今天,我们将用科学的角度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美国中部地区近日遭遇一场破坏性的龙卷风袭击 给俄亥俄州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据报道,多处房屋和企业受到重创 树木被连根拔起 电力线路也遭到严重负坏,数千户居民断电 幸运的是,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消息传出 4月17日下午,一股强大的风暴系统席卷了俄亥俄州中部和东北部地区 引发了多起龙卷风袭击 国家气象局随后对阿什兰县、卡罗尔县、霍姆斯县、波蒂奇县、里奇兰县、特朗布林县和塔斯卡瓦斯县发布了龙卷风警报 这些警报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多才被取消 俄亥俄州北部的比塞勒斯市遭受了严重破坏 当地警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龙卷风造成了重大损失 电线和大量树木被吹倒 我们当时正在看电视 接下来你知道的就是砰砰之类的东西 撞到了两栋房子 另一个受灾严重的地区是位于俄亥俄州东北部的温德姆镇 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表示 龙卷风袭击了该镇多个区域造成了大量损坏 包括房屋、骨仓以及俄亥俄州收费公路上一辆半挂卡车被嫌犯 龙卷风已登陆温德姆镇、布莱恩特路、82号公路、俄亥俄州收费公路和派克曼地区 波地旗线应急管理部门在脸书上发帖说避开该地区 温德姆村市长劳伦斯·坎明安表示 沃尔夫路以北的温德姆、派克曼地区遭受了严重破坏 房屋受损严重 收费公路上还有一辆半挂车轻负 交通一度受死 不过幸运的是到目前位置 还没有收到任何人员伤亡的报告 除了温德姆和比塞勒斯 俄亥俄州其他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据报道 在德拉瓦县、佛兰克林县、联合县和麦迪森县 治安官办公室表示没有收到严重损坏的报告 但在某些地区还是有树木倒塌和电力中断的情况发生 谢谢您按赞、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每天更新 国家气象局克里夫兰办公室表示 他们正在与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联系 目前正在等待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和损害报告 以确定这些破坏性风暴是否包括龙卷风以及他们的强度 遗憾的是 这并非俄亥俄州近期首次遭遇龙卷风袭击 根据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资料 今年俄亥俄州已经发生了28起龙卷风 比往年平均水准多了6起 3月中旬 一场龙卷风袭击了印第安湖地区 造成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破坏也非常严重 4月下旬的这一轮恶劣天气给俄亥俄州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带来了沉重打击 虽然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但房屋企业和基础设施遭受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 灾后重建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与此同时 专家预计 接下来几天该地区还有可能遭遇更多风暴和龙卷风的袭击 周四 一股新的冷风系统将从西部移入 可能会带来分散的强对流行天气 包括破坏性大风 冰雹 甚至几场龙卷风 这无疑会使灾区的居民雪上加霜 国家天气局已经对密苏里州 印第安那州和田纳西州发出三级威胁预警 提醒当地居民做好防范 在这种极端天气面前 我们只能祈祷损损失不要太大 也希望灾区的居民能够尽快重建家园 恢复正常生活 此次龙卷风袭击再次警示我们 及时了解天气动态 做好防范准备的重要性 面对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时刻保持警惕 共同应对自然灾害的挑战 美国频繁受到龙卷风袭击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美国中部地区地势平坦 没有太多地形屏障 这导致来自墨西哥湾的暖湿空气 可以不受阻碍的向北流动 与来自北方的极地冷空气相遇 形成强烈的冷暖空气反差 这为龙卷风的发声提供了充足的能量 其次美国中部盆地地带 位于风向较定的西风带中 空气的水准运动比较规则 这也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冷暖空气体系的碰撞 最后这片地区植被较少 地表摩擦力较小 使得近地层空气中的旋转运动 更容易向下延伸并形成龙卷风 更重要的是 在春季和初夏 墨西哥湾提供的热量和水气最为充足 加之这个时节的大陆地表开始加热 使得上升气流更为强劲 因此每年3至6月 是美国中部地区龙卷风高发期 统计资料显示 美国年军报告的龙卷风数量超过1200次 其中80%发生在龙卷风向地带 这条东西走向的曲线带绵延数千公里 覆盖美国中东部大平原地区 不能忽视的是 在这片平原上 龙卷风的路径通常很长 持续时间也比较久 它们以较快的速度在地面移动 并伴随着毁灭性的大风 以及其他危险的天气事件 给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龙卷风是一种强烈而危险的旋风 它由快速旋转 并造成直立中空管管状的气流形成 龙卷风的大小不一 但形状一般都呈上大下小的漏斗豆状 漏斗上阶级雨云 下部一般与地面接触 并且常被尘土或碎片残残海等包围 龙卷风的形成原理 与低气压和旋转之风向有关 龙卷风多发生在高温高湿的不稳定气团中 那里空气扰动得非常厉害 上下温度差相当悬殊 当地面上的温度约为30摄氏度时 到8000米的高空时 温度已降至零下30摄氏度 这种温度差时冷空气急剧下降 热空气迅速上升 上下层空气对流速度过快 从而形成许多小漩涡 当这些小漩涡逐渐扩大 再加上激烈的震荡 就容易形成大漩涡 成为袭击地面或海洋的风害 龙卷风是云层中雷暴的产物 具体地说 龙卷风就是雷暴巨大能量中的一小部分 在很小的区域内集中释放的一种形式 龙卷风的形成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 大气的不稳定性产生强烈的上升气流 由于急流中的最大过境气流的影响 它被进一步加强 然后 由于雨栽在垂直方向上 速度和方向均有切变 即切变的风相互作用 上升气流在对流层的中部开始旋转 形成中尺度气旋 紧接着 随着中尺度气旋向地表发展和向上伸展 它本身便细并增强 同时 一个小面积的增强符合 即出生的龙卷 在气旋内部形成 产生气旋的同某过程 形成龙卷核心 最重要的是 龙卷核心中的旋转与气旋中的不同 它的强度足以使龙卷继续延展到地表 当发展的涡旋到达地表高度时 地表气压急速下落 地表风力急速上升 形成龙卷风 龙卷风一般会产生各种破坏和次生灾害 首先 龙卷风作为一种异常强烈的禁地层气旋风 蕴含了极其可怕的毁灭性动能 它对路径地区会产生多种严重破坏和灾害 其次 是来自风力的直接冲击作用 龙卷风中心附近 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400公里 产生数十万帕的极高风压 这可以直接将房屋等建筑物刮塌 毁坏桥梁设施 连汽车都可能被卷空猛烈抛制 高速飞扬的瓦片 树枝等碎片 也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亡 更重要的是 龙卷风所包含的强烈螺旋气流 还会产生吸力 可以将地面车辆以及铁轨 水泥电线杆等结构 整个拔起或掉空 它们被卷入汹涌气流后 在猛力投掷 造成二次撞击损伤 龙卷风经过之处 往往遍地断圆残壁 此外 除直接风力效应外 激发灾害也十分可怕 飞旋的瓦力与暴雨混合 会形成类似固体飞弹的危害 被称为风池电撤 此外 龙卷风常伴随着隔状或轮状墙降雨区 短时墙降水会在局地形成山洪 泥石流等洪水灾害 不能忽视的是 龙卷风过境时还可能导致严重的火灾事故 它对供电线路和油气管道的突然拉拽与扭曲 极易造成电气短路与燃气泄漏 在连锁效应下 可迅速演变为火灾或爆炸等二次灾害事件 这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灾区的损失 世界范围内 一些国家由于特殊的地理特征 频频受到龙卷风的袭击 首先是美国 美国中部大平原地区被称为龙卷风小道 春季和夏季频繁出现龙卷风 这一地带位于墨西哥湾暖湿空气和北方寒流交汇处 极端天气多发 美国的龙卷风灾害绝对损失和人员伤亡数 军居世界首位 其次是孟加拉国 该国北部地势低洼 已有数百年龙卷风记录 受地形影响 其中大部分属于强烈的T6级级以上 也因人口稠密 每次灾害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与此同时 日本东北和近海岛屿也是主要多发区域 今年全国范围内龙卷风发生率明显增加 东北地方占65%左右 日本的多数龙卷风通常持续时间短小 但破坏力较大 此外 印度北部恒河平原等地区 也时常出现龙卷风 其中北方邦 比哈尔邦邦等人口大省 灾情最为严重 印度的龙卷风 大多发生在3至5月的预热雷雨期 不能忽视的是加拿大 与邻国美国类似 加拿大南部等地 也出现频发的龙卷风天气 主要威胁安大略 萨斯卡彻尔等省份 加拿大东部的龙卷风数量较少 但破坏力较强 值得一提的 是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平原地区 也时常出现龙卷风或沉卷风 区域性致害龙卷风 多在6、7月份 由于基础设施较差 灾害损失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 该国东北部平原 在季风和残余热带气旋影响下 也会诱发龙卷风天气 发生时间以3至10月未多 大多在傍晚至午夜之间突然产生 更为特别的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 偶有卷云产生 昆士兰北部最为典型 其龙卷风多位暴风级或中等规模 南美洲方面 阿根廷中部平原地区 也零星分布着龙卷风多发区 当地龙卷风以春夏为主 也与尘土风暴难以区分 总的来说 经常遭受龙卷风袭击和破坏的地区 主要集中在一些地理特征较为相似的区域 首先是内陆平原 或盆地地形 美国中部大平原 东欧平原等 由于地势开阔 没有大山大水的壁垒 极易成为龙卷风选择登陆和肆虐的地区 这类地区春夏季节 暖湿空气与北方寒流交汇 为龙卷风的生成提供了动力条件 其次是临近大型水体或海洋的内陆地区 例如美国中南部连墨西哥湾一侧 孟加拉湾北侧的地区 大型水体提供的持续水汽输送 会使空气更加不稳定 海陆间温差引起的局部环流 也亦成为龙卷风触发器 更为关键的是盆地与山区衔接的地带 山脉产生气流垂直切变 并使气团在山谷间符合输送 加剧了对流不稳定 这些地形边缘正是龙卷风高发区 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三类地理特征常常会有复合叠加的情况 从而极大增强了区域龙卷风灾害的风险 无论从灾害记录还是气象机里看 它们都是龙卷风热点 当发生龙卷风时 采取及时的避险措施非常关键 首先要躲入事先识别的避难所 对于大多数普通民房而言 地下室、地宝或下沉式车库 都是较佳避难场所 首先 这些位置大多在地面以下 有利于躲避外飞建物 其次 其中的水泥墙体 也可抵御部分龙卷风产生的非来物冲击 需要提前确认 自己所在社区或工作区域周边 哪些建筑有这类避难所 并在龙卷风来袭前尽快进入 关好房门急出入口 等待风暴过境 此外 一些特定公共建筑 如学校、体育馆、地铁站 其地下空间也可作为避难点 其次 要在低洼处就地避险 如果来不及逃入建筑避难所 就地寻找地势较低的沟壑 山间挖地 或者路边户土墙后等天然屏障 然后选择远离大树 电线杆等可能产生非来物的位置 握倒并蜷缩身体 用手护住头和脖子 减少身体直接暴露在外 若有大衣 毯子等还可盖在身上 以缓解冲击 等待龙卷风完全过境后再离开 在避难过程中 注意身边洪水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 此外 要警惕周边危险源 无论在建筑内或者就地躲避 都要充分认识并远离周边的倒塌风险点 如深处树林 要注意头顶可能断裂的大树 靠近电线杆及路牌时 注意其被龙卷风冲击后 向你倒塌的可能 此外 在建筑内部 也要注意与玻璃窗 门保持一定距离 省得被风暴损坏后的碎玻璃片化伤 不能忽视的是驾车逃生 要采取稳妥的方式 如果正在驾车 千万不要企图与龙卷风赛跑 面对狂风 要放慢车速 靠路边停稳 并迅速进入路边建筑物 或天桥下方等避难 若实在无法找到避难所 还要系好安全带 并用毯子 衣物遮盖头部 及身体可能暴露的部分 同样小心水深积 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值得一提的是要注意河流 桥下等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 龙卷风常伴有暴雨或雷雨天气 所以河流两岸 湖边 水坝下游 以及桥洞等低洼处 很可能短时间内水会暴涨 如您被困在这些地点附近 一定要提前撤离到 更高更安全的地方 以免发生溺水事故 如果不幸被龙卷风卷上空中 如何做才能最大机会地生存下来呢 在龙卷风内部 在这种高速旋转的过程中 人体会受到巨大的拉扯力 撞击力 摩擦力和压力 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伤害 因此 被龙卷风卷走的生存几率非常低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首先 要尽量保持冷静 不要惊慌失措 观察周围的环境 寻找可能的出路或救援 如果有可能 可以使用手机 无线电 哨子等工具 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 或者向气象部门 救援机构 亲友等 报告自己的位置和情况 同时 要注意防止被飞行物击中或化伤 尽量避开锋利 重大的物体 如钢筋 石块 木板等 其次 要尽量保护自己的头部 胸部和腹部 这些部位是人体的重要器官所在 一旦受损 可能会导致致命的厚度 可以用双手护住头部 用胳膊或衣服 包裹胸部和腹部 或者寻找柔软的物体 如毛巾 枕头 棉被等 作为缓冲 同时 要注意保持呼吸畅通 避免吸入过多的灰尘 砂粒 碎片等 可能会刺伤呼吸道或引起窒息 可以用湿毛巾 口罩 围巾等遮住口鼻 用墨镜 护目镜 帽子等保护眼镜 更重要的是 要尽量减少自己的体积和重量 以降低被龙卷风卷走的可能性 可以脱掉多余的衣物 鞋子 配饰等 或者将它们扔向龙卷风的周边 以减轻自己的负担 同时 要尽量缩成一团 减小自己的受力面积 以降低风阻和风压的影响 如果有可能 可以寻找一些较轻的物体 如气球 雨伞 塑胶带等 作为降落伞 以减缓自己的下降速度 不能忽视的是 要尽量寻找安全的着陆点 以降低坠地的危险 如果有可能 可以选择一些较软的地面 如水面 沙地 草地 雪地等 以增加缓冲作用 同时 要注意调整自己的姿势 尽量让身体的侧面或后面先着地 以分散冲击力 避免头部 胸部和腹部受到重创 如果有可能 可以在着陆前 做一些滚动或弹跳的动作 以消耗多余的动能 减少伤害 谢谢您按赞 留言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将会每天更新世界各地最新新闻 持续用科学的角度 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